大家好,我是永恆,歡迎收看小明星的影片 第一個角色,君主專制 君養工廠每個裝備都給一些 我們缺了14個鋼 和法國買16個鋼 兩個文養工廠 羅拉利亞整天會發生的事件 每次都會給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這個民生需求20% 都是90人 而下面這個是政治點數90個 民生需求3% 都是90人 一個是用民用工廠的 一個就需要這個政治點數 但是政治點數對於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所以呢 選擇第一個,民生需求20% 一開始我們訓練了一下海軍 然後有一點的海軍經驗 升級我們的潛艇 主要就是升級魚雷引擎 這個暴雷裝置 一開始就有了 一開始就生產這個潛艇 今次我們要玩這個水雷 不過主要的戰場都是黑海 因為之後蘇聯會問我們拿一塊地 如果我們拒絕呢,蘇聯就會打我們 我們卡羅爾爾爾勢上位 加穩定度至至5% 下一個呢,這個修訂獻法 我們的政府加一些花費 減少25% 在這裡可以看到的了 所以呢,我們等這個國策完成之後 我們再用我們的政治點數 也是有個國策 王家基金會 一個研究欄位 加政治點數 然後這個波紋動員法案 又來了,我們的國和 繼續選擇這個民生需求20%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六分之零 今次選擇這個進攻 還有一個支配八月角 我們第四個的 科研槽呢,研究我們的飛機 然後我們選擇一個的 空空改革 還有一個國防工業 對軍使用呢,選擇這個機動 還有一個靈活的外交政策 又來了,我們的國王 唯有再犧牲我們的民生需求 還有一個,人民侵德政府 然後呢,工業團隊這邊 今次選擇這個工業團隊 幫我們直接選擇這個貼圍隊 好,我們選擇神秘的心事 今次呢,我們會走這個 機動作戰難言的決戰計劃何說 第二個,很多人選擇的呢 其實這個人愛 大愷莫特的何說 大愷莫特的機動學說 好,我們的國王又來了 我們又沒有這個民眾工廠中了 好,下一個,強迫退位 然後呢,我們獲得一個 366的民族精神 政治點數扣0.25 每日 這個民生需求15% 之後呢,他的事件就不會彈出來 好,海軍 海軍這邊呢,大家會選擇這個的貿易封鎖 空軍這邊呢,大家會選擇這個的戰場支援 改一下這個的精兵法案 有限精兵法案 第一個角色 土地改革 這個民生需求-5% 目前我們是一個民眾工廠都沒有的 導致我們連原材料都還不到 訓練48個 一寶師 之後轉為我們的舊寶師 最主要就是衝一衝個人 一個 多勞河交通網 今次呢 我們有兩個選擇的 一個呢 就是這個精兵法案 另一個呢 就是這個基金制法案 我們目前的失業人口呢 當然夠的了 464K 對於我們第一個的國賊 這個滲透 普加利亞呢 當然只需要400K 是絕對足夠的 我們先選這個的經濟法案 對比起這個的保溫東元 戰時經濟呢 再少5%的民生需求 軍隊的精神這裡 我們可以順便選擇這個 國家衛軍隊服務 整治戰數加10% 精兵法案的花費 選擇25% 來到分岔的國賊 一個就是這個 邀請外國汽車公司 大鎖一個的公園商 但另外一個呢 就純粹加3個的民用工廠 最主要是汽車 根據不同的國家 當然有不同的效果 但呢更加這些效果 更加比不上3個的民用工廠 美國的廣泛精兵法案 26個本公司 然後轉為一個的舊寶 我們的人數就應該足夠了 一個目標 寶加利亞 好好的 寶加利亞屈服了 他成為我們的夫屬 然後等一兩天 我們的六軍經驗 今次我設計了一個最便宜的戰車 還有一個 匈牙利亞 為了快點解決蘇聯 當然我們最少都要選擇 進行一次的合作政府 一次就夠了 無無二元 寶冰指揮 一定會見的 空牙利提村 這個可以有二條約 我們可以見到這個陣 之後空牙利當然是我們 但是呢 我覺得我們都是吞併 下一個目標 這個的紫哈斯律法 對 大約 我们成功风霸了这个世界 斯多伐克 斯多伐克成为我们的快乐国 下一个目标 希腊王国 下一个国策 投资罗马里亚航空工 或者三个军用工厂 最主要有战斗机和物质支援机的加成 我们对这个希腊宣战 空军需要使用 但也是有用的 既然和希腊打我们就可以保战一个水雷 因为水雷一定要在战争期间才可以保置 刚才和空洋人对战的时候 我忘记了保置水雷 召唤我们的朋友 增淇淋 希臘的海軍其實都很有用的,但我們都來買 我們將希臘轉為我們的法律國,抗建布萊多阿拉鋼鐵廠 增加兩個文用工廠之餘,增加12個鋼鐵,令我們太有作用了 今次終於可以選擇飛機供應商,IAR 我們可以將兩個劇編絲轉為我們的寶兵師 我們的寶兵師在對戰這個匈牙尼的時候,已經增加了一個抗兵型 九倍一拍,寶春我先開了兩條生產線,我們選擇最低的生產線 專門為我們最新的寶春 今天就先到這裡,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之前我其實錄了很多,但就決定重新再錄 我覺得按照我自己舒服的模式來錄 好了,這樣